美國NASA的火星大氣與揮發演化探測器 經過10個月的旅程 成功進入火星軌道 展開一年的火星上層大氣考察 探究火星上的水分為什麼會消失 而印度的第一個火星探測器 目前已經進入火星的引力場範圍 接下來就要進入火星軌道了 如果這次火星探測任務成功 印度將成為第四個成功探測火星的國家 火星大氣與揮發演化探測器 去年11月升空 飛越火星北極 成功進入預定軌道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 探測器還將降低高度 直到進入93到3900英里高的軌道運行 整個探測任務 共耗資6億7100萬美元 NASA在接到探測器信號 確定成功進入火星軌道後 科學家們高興地抱了起來 這台探測器將研究太陽風 如何帶走火星高層大氣的原子和分子 科學家相信 這個過程持續了數百萬年之緊 科學家懷疑火星並非一直像現在這麼寒冷 可能是在歷經冷卻和磁場衰減後 失去了99%的大氣層 火星大氣目前比地球稀薄百倍 了解火星如何失去水 將有助於探究這個太陽系中 最類似地球的行星 是否曾孕育生命 最近火星可以說是有點熱鬧 除了美國NASA的三台探測器 兩架探測車和歐洲的一台軌道探測器 第七個由印度研發的火星探測裝置 也在9月24日抵達火星 將用於分析火星大氣和地質的特徵 印度的火星探測器曼加里安 耗資高達7400萬美元 印度希望藉此培養星際探測技術能力的同時 增進對火星的了解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世界中的國際上 要把火星探測器發射 尤其是在這類似乎的 人類的火星探測器 和人類的火星探測器 因此我們要把火星探測器發射了 印度在去年11月發射了 曼加里安火星探測器 在茫茫宇宙中 孤獨飛行十個月之後 即將進入火星軌道 如果這次任務成功 印度將成為第一個成功登陸火星 進行探測的亞洲國家